欢迎来到KK音乐 玄冰与孙艺珍度蜜月回来了 两人在三月底举办完婚礼后 4月11日前往美国度蜜月 网上也流出不少男神女神的目击照 两人手牵手漫步在街头 一起去餐厅享用美食 看NBA篮球赛等 玄冰与孙艺珍已经在回到韩国 结束了为期两周的新婚旅行 两人这次也难得在媒体面前大放秀恩爱 同框搂肩太甜了 玄冰与孙艺珍4月11日前往美国度蜜月 在机场时还低调的一前一后出现 没有同框 直到过了海关之后才并肩走在了一起 而且玄冰帮孙艺珍提包包 孙艺珍也帮玄冰拿外套 展现真实情侣的模样 让粉丝们直呼磕到了 而之后抵达美国的玄冰 与孙艺珍受到广大粉丝的包围欢迎 中间也出现玄冰帮孙艺珍推车 看到老婆太靠近路边 也马上把她拉过来等互期举动 在网上引发热议 近几日有不少网友都在美国 偶遇了孙艺珍和玄冰 两人手牵手在街头约会 孙艺珍的包包也都由玄冰背着 在韩国城的高级餐厅 孙艺珍和玄冰身穿黑色系的服装 宛如情侣装般 看起来十分登对 前几日两人更被目击 一起去看NBA篮球赛 电视转播画面中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玄冰与孙艺珍结束了为期超过两周的新婚旅行 通过人穿国际机场返回韩国 一下机就被媒体们的美光灯包围 两人一前一后的出来 与前来祝贺的粉丝们与媒体们打招呼 最后玄冰与孙艺珍来到机场外 终于并肩站到一起 玄冰更搂住了孙艺珍的肩膀啊 大家一定要看影片 玄冰与孙艺珍其实一开始站满开的 但玄冰时不时看向孙艺珍 身体慢慢往老婆身边靠 手感觉也蠢蠢欲动 似乎在考虑要不要站过去搂她 无奈孙艺珍一直手臂交叉抱胸 后来是记者拜托两人一起照相 这才终于看到他们搂肩放闪啊 最后祝贺玄冰与孙艺珍圆满结束蜜月 接下来的新婚生活也继续甜蜜了 自从玄冰跟孙艺珍结婚之后 网友们就一直非常关注两人的动态 4月28日 玄冰与孙艺珍结束蜜月回国 二人在机场亲密搂抱十分甜蜜 两口子一下飞机就被九等的媒体和粉丝们团团包围 现场气氛很热烈 两个人看起来蜜月旅行很是愉快 孙艺珍男友风卫衣配朝裤朝鞋 玄冰条纹衬衣搭黑色直筒裤和休闲鞋 两口子气质和身材双双再现 玄冰霸气搂气画面真的是超腻歪 加上玄冰身材高大 孙艺珍165厘米的身材在哥哥面前 完全是一副小鸟依人的状态 好娇羞 在路人的镜头下 这对新婚夫妇简直就像是热恋中的情侣一样 两人穿着情侣装 除了气质与众不同 完全看不出这是一对明星特别的低调 对比出发和回国的机场照 出发时比较精致 回来越显沧桑 而且两个人貌似都胖了 这次孙艺珍衣着宽松 不知道是否有怀孕的好消息呢 但感觉两个人也是时候备孕了 从两人承认恋爱到举办婚礼 都获得了粉丝和网友的支持 希望他们可以一直甜蜜下去 继续为观众带来好的作品